831事件三个月 有人在太子聚集倒露 防务警察到场 发射催泪弹同胀胶子弹驱散 旺角警署保安室服务暂停 太子站部分出口关闭 邱惠尔报道 平静了一个星期的尼敦道街头 来到831事件三个月 再有人聚集 在旺角警署叫口号 要求政府回应五大诉求和解散警队 近9点一批蒙面人将垃圾桶 卡板 胶马 还有洗衣机等的电器 搬到太子杜西倒露 车过不了 要掉头 太子杜西和尼敦道交界交通一度受阻 有车想照样洗过 蒙面人就站在马路阻挡 有人用镭射笔照向警署 同步警察出动举南旗警告 在十字路口驱散市民 期间有警员举起胡椒球弹枪 之后传出多一下枪声 有警员和记者发生冲突 用胡椒噴劑指向记者 有人被胡椒噴劑噴中 说当时只是路过 我只是说你为什么这么近对着阿伯 然后他就截了我 警员之后搬走路障 继续守住路口 近10点半截查了一个人 在他的随身物品 手倒防毒面罩 防暴警察上车离开 做集的人又再倒路 有人将面包扔入警署 到11点半防暴警察再出现 一致排开举着南旗 沿尼敦道向旺角推进 沿路清理路障 多辆警车尾锤 有警员在车上持枪戒备 有人在尼敦道和阿加路街的旺角站出口 有烧杂物 防暴警察来到 在十字路口报房 现场传出兜下催泪弹枪声 尼敦道近快府街露出白烟 人群走避 同一时间警车前有路障起火 现场留有橡胶子弹和橡胶子弹壳 凌晨过后有人继续聚集 烧杂物曾经爆炸 有线电视记者邱阿怡不读 失货掌握游舍新闻